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5月3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我又给大家推荐一下 美国的小镇小民他讲解关于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 为什么他今天还要说这个言论自由呢 因为美国发生了一个特别蹊跷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你就来听他来讲吧 今天呢又想谈一下这个言论自由的事情 这是一个谈不完的事情 为什么忽然又想再谈再说几句呢 因为最近又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就是拜登的政府组织了一个叫做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这么一个组织 是在这个国土安全部里面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比较引人注目呢 一个呢你听他的名字嘛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啊 那就是就是由他来定什么信息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且他的这个负责人叫Nina Jakovic 这个人啊他其实是个一方面年龄很轻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资历的一个人 而且你看他那个TikTok上的 他也有他的TikTok 是看上去有点像就是没心没肺的那么一个人 然后呢你要再去注意他推特和那脸书上的一些东西啊 很明显的他就是一个喉舌政府的那个喉舌 因为你你其实判断一个人啊 他是不是公正的他是不是啊有一定的深度的 你就看他贴的东西 如果他那个里头啊对于那个 比如说他觉得谁谁谁说说的是是假的 他跟你说这个某某记者他报道的这个东西是假的 然后呢他就盯准了这个记者 然后呢他你就发现他批评的人呢 都是那个跟政府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或者都是相对的共和党的 而他从来不批评他自己党内的人 还有就是拜登本人自己也骗人 对吧等等这些东西你一看呢 他就是说他只抓住了 就是说他批评的人都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 那你就知道了这个人他不是什么公正的对吧 客观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喉舌 他就是一个党棍这么讲这么讲吧 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关于那个什么亨特拜登的那个电脑的事情 他就一再的就说是俄罗斯的在后面 造的假新闻什么什么 现在都已经被证实了 这个新闻这个现在是纽约时报自己说的 亨特拜登的这个这个事情是真的呀 对吧的的确确是他的那个电脑 而且我还发现他丢了三个电脑 还不止一个 也不知道那两个跑哪去了 有一个是被发现了 里头现在藏有大量的这个 对拜登 整个拜登家庭很不利 除了拜登本人 拜登的儿子 还有些其他的 反正就对他们全家都不是 不是很有利的事情 就这件事情 所以就这件事情本身 这个妮娜这个人 他就是没有说实话 他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承认出来说 我那时候我搞错了 这事情是真的 他也没有 所以这个人 去来管理这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委员会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委员会了 然后美国的主流媒体 现在对这件事情呢 也有一定讨论 为什么他呢 这个事情还引起了主流媒体的一定讨论 因为他搞的这个东西吧 特别像一个 有一本书里写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的名字叫1984 不熟悉的人 这本书我稍微说两句 他的作者呢 叫做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 这本书啊 算是西方的那个政治书籍里头 正评书籍里头的一本叫 经典的一本书 非常值得看 如果你对西方的 对他的那个 尤其是言论自由方面 你要有兴趣的话 其实还是很值得读一读的这本书 他讲的是 简单的说 他就是说 他假设 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的 他假设在1984年 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呢 叫大洋洲国 欧生尼亚 然后呢 他所住的地方是 其实就是英国了 他用的这个欧生尼亚是美国 但他所在的地方 其实就是英国 他把英国呢 设置为 欧生尼亚的一个州了 或者叫做一个省 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主要的国家了 那么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到处都是这个 被监控 然后呢 言论自由被控制 里头呢 有一个部门 就是叫做 Ministry of Truth 就是说 真理部 或者叫事实部 这个部门 就是由他来定 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就这么一个 他这本书里头 就是这么描述的 这件事情 那本书给人感觉的 就是很窒息 你要真生活在这样的 一个国家呢 是非常非常窒息的 这本书 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 他除了说的 主要他的描述的事情 都发生在这个国家 这个欧生尼亚 大洲大洋洲国 但除此之外呢 他还提到了 另外两个国家 一个叫做East Asia 一个叫做Eurasia 一般的都被认为East Asia 指的是中国 Eurasia指的是俄罗斯 这个是1949年的时候 的事情啊 他这本书出的时候 大家就是这么 这么理解的 那么也就 而且呢 他就说在他的书里呢 就会提到 就说这三个国家呢 不就是 世界上当时 基本上就剩这三个国家了 就是其他那些小国 都是要么就是归属 要么就是属于那种 番属 反正就是跟这几个国家 基本上你都是 跟他连在一块的 那么这三个国家呢 就整天打仗 打嘛 谁也打不过谁 但是呢 仗呢 也不停 就一直在打 原因呢 就是说这么打的话呢 对这三个国家 都有好处 都让他们的那个 内部的矛盾的 转移到外部 就这个意思 然后当然还可以 互相之间 还卖军火啊 什么的 就还有人赚钱啊 赚战争钱啊 什么的 想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今天世纪的格局 是有点往那方面走的意思 当然了 中国是不是愿意 不停的打仗的 这点他是搞错了 中国其实是 很热爱和平的 但是俄罗斯和美国呢 我就说不好了 尤其美国 还是真是挺爱打仗的 也确实是不停的在打 确实是不停的 在发战争财 这个确实 他说的没有错 就是这么一本书 挺有意思 但主要这次呢 引起注意的 就是他这个 Ministry of Truth 这个叫做真理部 结果现在拜登呢 当时是作为一个讽刺了 这本书是在讽刺 结果拜登 现在自己真的 搞了这么一个 叫做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就是他还真搞了一个 只是名字不一样 实际的意义 就是这个意义 这个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这本书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大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他卓卓博 我为什么会想起 写这个来的 当时呢是这样 在苏联那个 斯大林统治的那个时候呢 斯大林正好在处理 这个他的反对的反对派 当然很残酷了 他枪毙了很多人 有这么一种说法 这个没有完全确定 就是说他 斯大林的太太 是自杀的 他为什么自杀 就是因为斯大林杀死了 这个他太太的一个朋友 他太太这个朋友 就是给斯大林提了一些建议 就觉得他对这个 反对派的处理太残酷了 结果他这个太太就把这个 他太太就把这件事情 就跟他说了 就说你这么做 好像确实 我这个朋友说的有道理 结果斯大林就是 把他的这个太太的朋友 也给处理掉了 就把他杀了 处决掉了 他太太受不了这件事情呢 就自杀了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 没有定论了 就是说没有完全的证明 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呢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就可见当时斯大林的 这个残酷了 确实是这样子 当然了 他除了他要反对 他如果要这么去处理 他这个跟他 反对他的人的话 他当然 他要控制言论 对吧 所以那个当时的那个 苏联的言论自由 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美国自己啊 也在搞 搞这个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呢 又被叫做红色恐怖二 红色恐怖 当然就是指的 就是对于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这种恐怖了 就是说 为什么叫红色恐怖二呢 其实杜鲁门 已经搞过一次 红色恐怖一 是在大概四七年的时候 搞过一次 他这种怎么搞 这个红色恐怖呢 就是把政府里面的 所有的 他认为 跟中国 跟俄罗斯 跟苏联等等 就是有关系的 全部清除出去 不管你这个人的观点 看法什么什么 就是他都给你清除出去 他都认为 你跟中国只要有关系 当时这个事情吧 也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 他把他这个政府里头 清除 最后的结果是 整个的 美国的外交部里 没有人会说中文 就到这种地步 其实美国曾经有过一批 就是 应该叫做中国通 就是他们的父母亲 都是传交士啊什么的 很早就到了美国 有些人是在中国出生 有些人很小的时候 跟父母亲到中国去的 所以呢 传交士嘛 那他一待就待好多年嘛 在中国 这些人呢 就是在中国长大的 甚至有的人会说 好几个地方的那个方言 就真正的中国通 有这么一批 这些人呢 的的确确 因为他在中国长大 他对中国是有感情的 这是的 但与此同时 他也真的很了解中国 对吧 他在那长大嘛 他就会告诉你 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 对吧 他的历史的状况 他的人文的状况 他的中国人的习惯 等等等等 这个其实对美国很重要 你要想真正跟中国处理好 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你确实要了解他 但是他这么一搞的话呢 就是先是第一批 杜鲁门搞了一批 然后就是麦卡锡主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到49年吧 麦卡锡主义是到 50年代中期结束的 反正搞了一段时间 麦卡锡这个人 他是一个参议员 他就是 是他要起草各种各样的法案啊 就是要去 等于就是惩罚这些 只要 基本上就是惩罚 稍微有点左派思想的人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一共这段时间 就把这些人就 全都从政府里头 清除的干干净净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里头 居然就没有一个人懂中文 这个 即使其实到今天 我都觉得美国政府里头 其实真正懂中国的人 也确实很少 我认为 就是麦卡锡 存 就是他的那个 遗留的那个 那个感觉还在呢 那么现在呢 等于又是处在 也有人说 现在美国又在搞 麦卡锡主义 其实也在 还是在剔除掉 你只要能够说 你在你政府里头 你只要稍微有点 同情俄罗斯的 同情中国的 好像也都 都是属于 就是被打压的人 所以其实现在 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历史啊 你学历史啊 的的确确能够 感觉学到 对你现在的 很多东西 是有帮助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呢 就说到这个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就是虚假信息 治理委员会 我们看他最后 怎么来治理吧 看他怎么弄 他当然不会说 应该原则上 他不会说我 我觉得你在 你在这个 释放虚假信息 我就把你抓起来 这个他大概不会 他不敢 可是他可以 他可以就说了 这个某某这个频道 尤其是自媒体 我认为他其实 主要针对自媒体了 他可以说你自媒体 你这个都是假的 那自媒体 他如果他这么正式的 一个组织 说你是假的话 那这个 比如说脸书也好 这个推特也好 那他就可以给你关掉了 对不对 他就更加 堂而皇之地说 你这都是假的 政府都说了 你这个明确的 你这是假的 那我当然就不能 再放上去了 假新闻我就不能放了 对不对 就等于就是说 两边一唱一和了 我觉得 就我认为 他会是这么搞吧 咱们就看吧 看他会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件事情 然后呢 PayPal PayPal呢 就是他已经干了 一段时间了 他就是说把一些 他认为有问题的人 他的账号全部取消了 PayPal大家知道 是这个转钱的 这么一个 一个平台 他 你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网上 通过PayPal 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说 跟我不住在一个城市的人 我就给他转过去就完了 尤其对于一些小的 就是五块钱 十块钱的这种转账 你就不用通过银行了 因为银行有的是转账 还有收费什么的 他这种的 私人之间的转钱 一般都是不需要的 就很方便 对不对 那么 PayPal其实对很多 自媒体人士很重要 因为很多自媒体的人士 他不赚钱 那就是靠的是 听众和观众 喜欢这个人 那我就资助他一下 就用PayPal 给他捐个 这个月 每个月 比如说给他捐个十块钱 每个月给他捐个二十块钱 都是通过PayPal来做的 很多这样的平台 他就是 他只要够了 他有那么几千个人支持他 一个月 每个人给他十块钱的话 他也够了 对不对 甚至几百个人 可能他都够了 他自己再去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 他就能维持下去了 可是现在PayPal 他把一些 主要都是一些反战的 反战的这种 就是我们现在叫做 左翼人士 其实有些反战的人士 也不一定非是左翼的 就是反战的人士 只要是稍微同情一点 这个俄罗斯的这种 或者甚至就是 跟这个政府的说话 有点稍微有左 有点相左 他就把这些人的账号都关了 你就没有办法 通过这个办法 给这个你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自媒体人士 比如说捐钱了 前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那个卡车司机 搞运动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 在网上集资的那个账号 就被关掉了 那个是另外一个平台 不是PayPal 是另外一个 就是专门集资 比如说每个人 某一个人他 小孩病了 他需要让大家一块集资 给他帮他孩子治病 什么 随便你什么理由 你要集资 你就到那个平台上去集资 这个加拿大的那些 卡车司机 他在那反对政府游行 什么的 他也需要钱 所以他集资 他集资很多了 上百万了 后来就给他关掉了 说关就关了 就冻结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出 他这个控制言论自由 还不仅仅说 非要说 我就不让你说了 我把你抓起来 他其实不需要 他有很多种手段 对吧 刚才说的这个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他就抹黑你 他非说你说的是假的 让这个社交平台 把你的账号关掉 现在呢 他这种PayPal 这种也是一种办法 断掉你的财路 那你也弄 维持不下去嘛 对吧 你维持不下去 你不也得关门吗 这是他另外一个办法 再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 前一段时间 那个就是字母 这个Z这个字母 现在遇到了很多麻烦 因为 泽兰斯基说的 这个Z这个字母 是被俄罗斯的那些军队 他的坦克上放了 一个Z的字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他就是放上 有很多坦克上 有Z这个字母 然后他看了 觉得不舒服 他就觉得 Z这个字母 就应该是受到 惩罚的一个字母 所以你看 已经不是言论自由 不自由的问题 连那个字母都不自由了 我刚刚当时听他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个笑话了 我觉得没有人 会认真的去理他的 结果最近发现 这个好像 Samsung 就是这个 三星吧 他好像在那个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拉托维亚 那个 埃沙尼亚 这三个国家 在那个 介绍他的新的 手机 是叫Galaxy 他居然真的 把那个Z就拿掉了 就叫Galaxy 就没有 就把这个Z 就再提出来 他自己承认的 就是为了 等于就是 抵制Z这个字母 你说这是不是 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还有就是苏黎世的 保险公司 苏黎世的保险公司 不叫Zurich吗 那他也是Z打头的 他那个logo上头 就是他的那个 标志上头有个Z 他居然把他logo 那个标志上的Z 也拿掉了 重新又弄了一个 logo 你看 就这么一个 我觉得是个 喜极演员 就这么无聊的 这种事情 居然也有人 支持他 那这个言论自由 已经被控制到 什么程度了 你连这个 英文字母都开始 都不能用了 这个Z这个字母 都有些场合 你都不敢用了 我觉得 这要是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 跟我说 我真的以为 这是4月1号 这愚人节的笑话 今天看来 这些事情 你还真的不能 当做笑话来搞了 这么搞下去 我反正是觉得 不知道他 会要到什么程度吧 这么说吧 所以我 就是挺想在谈谈 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 也想 都是谈论 关于这个 马斯克收购 这个推特的 这个事情 好像呢 我们有点 见到曙光了 这个推特嘛 马斯特说了 这个推特 要尊重言论自由 怎么怎么样 很多人认为 他买了推特以后 他就应该放开了 他不会去 随便关人家账号 什么的 他会不会随便 关人家账号 我说不好 但是我觉得 有必要了解一下 马斯克这个人 18年的时候 马斯克的那个 他那个 特斯拉的工厂 在 Mellow Park 他在加州的 Mellow Park 有一个工厂 那个工厂里头 有一个 负责 就是工厂的 安全的一个人 他呢辞职了 这个这是个女的 他辞职以后 他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呢 后来被那个媒体呢 受就是披露出来 他就说这个工厂里面 有存在的很严重的 这个安全问题 小的事情啊 比如说一个 就是大家把这个车 喷漆喷完了以后 那应该呢 喷完了以后 应该让他 控一段时间 不应该马上就让工人 就进来 就继续继续劳作啊 这都是有规定的啦 就是基本的 这安全的措施 这都有规定 因为他这个空气里头 是有一定的 有毒气体的 但是他们不管 喷完了 马上就要工人进来 这个呢 还算是小事情 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呢 他既然是生产汽车的地方 那么他这个车间里头 车间外头 都有很多的那种标志 因为你的车要开来开去嘛 那么他就有这种路标 路标的都是用黄颜色的 还有路上的那些线 也都是黄颜色的标志 黄颜色呢 最眨眼 最能够引起人的注意 所以呢 都是各种那种路标 什么减速啊 什么停啊 什么那个注意左拐啊 等等 就说这些东西 结果呢 马斯克这个人本人呢 他不喜欢黄颜色 说是他最不喜欢的颜色 就勒令他们 把所有的黄颜色 改成灰颜色 那你想路上 这个路本身就是灰的 你要灰的路上 再给他画一条灰的线 那还能有什么人 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那些路标 当然就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这个女的 他就披露出来 他就说这里头老出事 这个工厂的老出事 就是经常的有人受伤 他说死人 是早晚会有人死的 他是这么说的 那篇 那个报告就把里头 写的就是 把他这个安全问题 写的非常严重 当然特斯拉 后来出来澄清了 说没有怎么回事 还拿出来了照片 说你看我们那个标志 都是黄颜色的 那他这个标志 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是他后来又给改成 黄颜色了 你也不知道 还是说就他这么一个地方 是黄颜色 其他地方都是黄颜色 你都不知道 对吧 我是相信这个女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必要去 无缘无故的去说 这个特斯拉 如果他安全上 没有这些隐患的话 然后他就说 他对这件事情 他在特斯拉里面 已经给他的领导 提了不知道多少次 没有人理他 所以呢 最后他就辞职了 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并不奇怪 我个人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吧 有一种对富人的 一种盲目的一种崇拜 这个人怎么有钱 但是马斯克这个人 你记得 你不要因为他有钱 他就忽然之间 就能做很多好事情 不要去抱这种幻想 他是一个资本家 他永远要挣钱 如果就是说 他开启了一些账号 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他能够继续挣钱 我想他可能会 会允许一些账号 比现在的这个推特 允许的人要多一些 但是如果比如说 真的要是 美国政府给他施压 还有一些主流媒体 给他施压等等等等 他是不是能顶得住 我不知道 但是最终你要记住一点 就是言论自由 对他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是要赚钱 多数人认为 他买推特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是推特的那些客户信息 他拿出去卖 这就是大数据嘛 这种东西是可以卖很多钱的 多数人认为他是这个目的 是去赚钱的 所以我们看 看他到底是以赚钱为主 还是真的是为了言论自由 我不相信他是为了言论自由 我相信他还是为了赚钱 对吧 那我们就看吧 而且你要想好 即使是他把推特放松一些 也只不过是推特一家 现在脸书啊 油管呢 这些地方照样 还是都管得很严的 所以 你要靠着一两个 极其有钱的有钱人 来解决社会问题 那你就太天真了 我想说的就是 关于特斯拉的这个 就是马斯克买推特这件事情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最后呢 再提两句 就是关于就是中国大陆 把这个IP地址 给他显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错 这也没有什么隐私的问题 显示的就是你的省 还有就是国家 就是中国以外的 就是显示的国家 对不对 中国的省也好 是也好 北京2000多万人 那你是2000万人之一 怎么就还涉及到隐私问题了 这没有什么关系 反而呢 我倒要指出一点 这个推特呀 还有这个油管 他们都有一个什么毛病 他们把就是说 比如说中央电视台 这个CGTN CGTN 是中央电视台 就是在国外搞的 对外的一个 一个宣传的一个频道 他如果这个CGTN 有个推特也好 脸书也好 他们的账号 他底下会注出来的 他说CGTN是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个平台 他会这么说 RT他也说 这是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平台 等等 可是他从来不说他自己 BBC他不住的 BBC他不说是英国政府的 什么PBS NPR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 这些他不住的 对不对 他当然更不会去住什么某某智库 搞的这个网站 搞的这个账号上头 某某智库 这些智库都有自己的推特的这个脸书的账号的 他绝对不会说这个智库是什么军工复合体 医药公司赞助的这个智库 他们的钱都是从这些大公司 这些集团 这些财团来的 他更不会去主持这些东西了 对吧 所以你反而就说 他是一种双标嘛 CGTNRT他要说是中国政府 是俄罗斯政府 但是其他的他不都不住 对不对 这个反而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管有什么规定 你都可以说他有道理 但是你的 你要一视同仁 对吧 你既然要公布这个IP 你就应该把所有的IP的地址都公布出来 好像听说有这个个别的什么名人的 还有一些公司的什么 他没有公布出来 一开始公布了 后来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可能还是想谨慎一点 因为有些名人 他可能也怕引起这个误会 因为他自己跑来跑去 他的团队在管理他这些账号 就把那IP地址弄得有混了 还是怎么样 可能我怀疑是有人去抱怨这个事情了 我们再看吧 反正我就觉得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规定 你只要是一视同仁就可以 对不对 中国我希望这个IP就是一视同仁 就像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都把他放出来 对吧 如果你要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你应该跟大家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对于有些人 你有特殊的这个处理 对不对 而西方的这个就更明显了 西方的这个 不是说某些名人了 反正就是纯粹是有他 这个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 推出的这些频道 他都给你写的清清楚 其他的他坚决 他都不会写的 对不对 而且就我说的 像某些智库的这些 他后面是军工企业 军工复合体 他后面是医药公司 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他完全是带有风向的 这些东西 你要是不了解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后面是这样操作的话 那他你就被他带 就比较容易被他带偏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 这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只不定 现在我的感觉 美国关于这个 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 我觉得已经是 眼花凉乱 让我已经跟不上了 好像我一天一个新的花样出来 一天一个新的花样出来 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吧 然后再有新的东西 我要觉得有兴趣的 再跟大家分享 好 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小镇小民的高论呢 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高论的话呢 您也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发给我 由我来转发出来 跟大家分享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